第四題 寒流來臨時 阿澤將溫度計擺放在教室走廊的牆壁上 發現溫度計內的水銀液面慢慢下降 水銀液面下降的原因 會導致水銀的哪一種物理量變大 我們曉得在我們一般所討論的情況之下 一個純物質的質量跟比熱是不會變的 所以選項B跟C都是錯的 我們知道溫度計的原理 是利用液體的熱脹冷縮 寒流來臨時溫度下降 所以體積會收縮 所以選項A也是錯的 我們知道我們的公式叫做D等於V分之M 所以如果我們的質量不會變一樣 當我們的體積變小的時候 我們的密度就會變大 所以諸選項密度是會變大的 因此第四題問我們說 水銀液面下降的原因 會導致水銀的哪一種物理量變大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密度